大家一直说着今年是偶像元年,从偶像练习生到创造101,每个节目的热度都呈现爆棚模式,而出现的101决赛现场,又继续当着明日之子新推官的李宇春,则是当之无愧的这些新偶像们的鼻祖,偶像鼻祖,别人家的孩子。 李宇春在决赛中接连带来流行,也蛮增长两首歌曲大秀,燃炸舞台,直接让101小姐姐的鸟变迷魅,现场寄予选手们,迎接这个夏天对梦想的冲进,在未来遇到困难挫折时,用这份冲进去克服它,成为更好的自己,在101的决赛上闪耀,又马上变身成为明日之子里的李老师,游戏是你们的游戏,其他的我们自己定义, 因为春春的赛道是美颜赛道,超霸气的春春生,甚是美颜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,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用音乐,用创作炸毁这个俗言的赛道,戴上眼镜,认真观察思考,是因为李老师很到位,变身李老师的春春,认真对待选手的同时,也包容并且尊重所有的选手,他没有过于也没有看清任何一位选手,抱着对音乐的敬畏心, 他用自己的标准,在追求着这个时代对偶像的颠覆,LYCCYL 二锅头的友情,蔡依林作为李宇春北京演唱会的嘉宾,同台唱跳《日不落》《雷我呸》,也蛮生长,据说二人结缘全因二锅头 2014年结石后,蔡依林演唱会庆功宴与春春举杯共演,李宇春说,我记得她突然开始喝二锅头,还跟我分析不同品牌二锅头的区别,因为二锅头而结下了友谊,两人甚至在彩排的时候,还跳起了红遍大江南北的闺蜜部,本尊的闺蜜部,是绝对要呸呸呸呸, 其实演唱会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,舞台突然出现了一点小故障,升降台突然降下去,两人当时就在升降台旁边,春春看到升降台有问题,就立马提醒蔡依林了,后面蔡依林没有站稳,李宇春还立马扶了她一下,真的一天贴心也有范儿了 这两人之后也相继的爱上PO出同矿照,明明是两位巨型,瞬间变成过了小可爱,王菊和叶了也变身小迷妹,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 Doochie Girl除了最近酷炫的演唱会和综艺,春春在本就强有力的时尚上,表现更是亮眼,连续第三年续为了Doochie 最近演绎的Doochie 2018,全新万表首饰大片,由知名摄影师Julia的掌镜,灵感来源于17世纪,荷兰黄金时代的肖像画,充满五点韵味的画中人春春你喜欢吗? 2018嘎那红毯上的红心礼服,2017嘎那红毯上的特制旗袍,米兰时装周上的中国娃娃,今年早春秀上的杨基队标志刺绣披肩大衣,16年野蛮生长巡演上Doochie 特别定制黑色长袖,威延花朵刺绣礼服,今年巡回,演唱会上定人惊艳,让春春自己打脸的紫色蛋糕裙,以及气势十足的红色印花虎袍高定,最新解锁的Doochie 2019早春系列紫色丝绸印花长袍,作为Doochie品牌大使的春春和创作总监时尚诗人, Alexandre Michelle的设计接下去会呈现怎样的碰撞,着实让我们期待,虽然近几年新秀频出,但李宇春作为前浪却还是一直处于前浪的位置,他一直是这些后辈们努力的榜样和方向,这大概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偶像吧。